合奖人张晓芬上台 欢迎 这本获得首奖的洋洋和曼曼金 从儿童的视角 深入前出地传达海洋保育 与尊重生命的重要 洋民海运文化基金会 特别将绘本制赠给台北市 新北市和基勇市 共418所国小 期待透过绘本艺术 落实推动海洋人文艺术教育工作 宣扬海洋保护与联合国 2030年的永续发展目标 我们这个绘本已经进行到 第三年第四年 那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绘本是 没有文字的绘本 纯纯粹图像 那今年我们改变 就是用金屯做这样的一个主题 友善海洋绘本征选成果发表 继赠书仪式上 市长四国良与议长佟子卫 都亲自出席 很多国家 其实他们真的都会把减碳跟环保 当作是最重要的一个要路 我只要去国外 我都有很浓厚这种感觉 如果不好好保育的话 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态 以及我们的海洋 未来都会不复存在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阳明海运 这个抛砖引运 赞助我们这个活动 也正能赠送了非常多的好的书 我想让小孩子认识海洋 习惯海洋 更进而知道海洋 然后如何运用海洋 然后海洋保育的精神 我想在基隆 我们是一个不可破确的一个人的元素 阳明这一次也携手 国内六大博物馆 及中华金屯协会 齐心推广海洋保育 希望透过各种合作伙伴的关系 推动优质教育 让更多人关心 及参与到永续发展的议题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我们的新书的活动